明年是不是要谈恋爱 明年是不是要结婚 明年是不是要换工作 这些决策都取决于什么呢 消费者今天是否会增加消费 投资者是不是今天会买股票 这些决策都取决于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我们经济学 在讨论人们对未来的行为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预期 因为我们人类的生成 它有一个基本的规律 就是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成 都是面向未来的 比如说我对明天的生活 明年的消费 其实每个家庭 每个人你们都会做出一个判断 我明年要干什么呀 我明年是不是要谈恋爱 明年是不是要结婚 我明年是不是要再买个新车 我明年是不是要买个新房 我明年是不是要换工作 所有这些决策都取决于什么呢 都取决于你的未来的预期 那比如说你的未来的预期 非常的乐观 那企业家可能就会增加投资 消费者今天是否会增加消费 投资者是不是今天会买股票 也是取决于他的未来的预期 比如说大家都预测 说明天股票会涨 那你今天就会买 所以这个预期马上就会转化为现实 我前面谈到需求的收缩 供给的冲击 它的背后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疫情 那么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 疫情到底会蔓延持续多久 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是很困惑的 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 那么这样其实就造成了 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一种悲观 预期转弱 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 还是投资者企业家的预期转弱 我想这个是最值得重视一个现象 也是我们需要采取各种政策 努力的来稳定预期的 这个基本的一个要求 如果企业家和投资者的预期转弱 那么投资选然就会转弱 甚至会下降 那么投资的放缓和投资的下降 客观上就会影响到就业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行业 确实面临这个裁员 那么如果出现裁员 那么很多人的收入和预期 就会更加悲观 它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我认为预期转弱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判断 如果预期不能稳定 预期不能转位乐观 那么它会让经济出现一个负的循环 预期转弱 造成投资放缓投资下降 投资放缓投资下降 会造成收入的放缓 收入的下降 造成失业的问题 就业的下降 那么这样又会使得需求 消费减弱 消费下降 那消费的减弱 消费的放缓 消费的下降 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企业的销售 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 使得企业进一步的减少投资 减少就业 那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经济的负面循环 我们要理解这三重压力 需求的收缩 供给的冲击 和预期的转弱 这个里面特别是预期的转弱 我认为是一个最最关键的因素 它其实决定了 需求的收缩和供给的冲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